以及幾座大小媒體把台南名為美食之都 或者有些人是稱作美食博物館 那當然原因很多啦 除了剛剛王老師所提到的 他的研究有超過六百多種 那其實釀製也很豐富 包括阿翁筛這種中後筛所做出來的這個傳統的這個美食 又或者是我們大家習以為常的釀製 那又是五星級飯店所做出來的特別料理 甚至福明北亞後筆的長年美食 其實這些通通都是台南的特色 但是我認得 台南市的美食相較於其他的自由 其實我們有多的一樣 別的城市所沒有的就是文化 就是文化 就在台南吃美食 可以吃到滋味以外也可以吃到文化 所以你感覺到就是說 欸 台南的美食真的是不簡單 我相信啦 就國際媒體之所以 將台南市評比為美食博物館 文化應該是其中可能重要的元素 那這幾年來我們 行交台南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的確是美食 我們用美食行交台南 那當然也產生很好的效果 那今天呢我很高興 也很欠佩就是說 王局長大家可以想到工夫 來做主題 經免台南美食館的主題 美食節的主題 這工夫 我們一想到應該就是武術 人直接就會想到武術 其實它也是代表技術 技術啊 技術啊 料理 做菜也需要技術 但是呢 它代表 另外這個工夫也代表禮貌周到 人來就好了 我們每天都看了很多東西 好不好 禮貌周到 然後你去人家遣客 那去人家讓人家遣客 祖文辦了一個很豐盛的這個 這個大餐寫給吃飯 你吃的時候就說 啊 怎麼很辛苦啊 哇 這個很費工 哇這個很費工 其實這個都是工夫 就是工夫可以傳達 台南市的美食的精緻 美食的文化元素 還有台南市美食的禮貌 周到的禮貌 還有 台南市美食的感情 不簡單 選這兩個是真的不簡單 那我剛剛也看了這個王局長的簡介 總共五大元素 五大領域 每一個領域真的都肯定很像 所以因此呢 除了歡迎我們台南市市民 不要錯過以外 也歡迎全國的好朋友 在台南美食節的時候 能夠踴躍來到台南 享受獨一無二的美食 謝謝大家 謝謝